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活祭节目时间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跟你来探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给神的三样东西 我们可以给神的三样东西 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得到神的福气的 首先我要谢谢给我来信的弟兄姐妹了 当我们知道你通过这个节目得到帮助和祝福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那种欢心鼓舞啊 请你继续给我来信 随便谈谈你的信仰生活 或者是你的日常生活 如果在读经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欢迎来信 我非常乐意为你解答有关圣经的问题 好 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我们可以给神的三样东西 我想我们必须首先要澄清一些 我们固有的思想 很多时候 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 我们总是想到怎么样 从主那里有所得着 也就是说 想从神那儿得的东西 却没有意识到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献给神呢 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 三十五节那儿 劝勉一群基督徒的领袖们 要纪念主耶稣的话 尸体受更为有福 在这里 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 得着最大福气的秘诀 接受呢 当然是一种福气了 但是更大的福气 是在于我们施育啊 其实 不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是这样的 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上 也是这样的 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福气 但是更大的福气 是我们给神啊 事实上 神自己也有吩咐的 要烦到他面前来的 必须有所献上 而不是单单的 从他那儿去领受 在摩西那个时代 神对以色列人说话 那我们来看看 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 第十五节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后来 在诗篇的九十六篇 诗篇九十六篇第八节 神对他的百姓说 拿公物来进入他的愿语 那因此我们就看见了 神常常是希望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 能够带一点东西给他的 如果我们两手空空的来到了 那就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了 当我们想到 要带什么给神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钱 或者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物质 那不错 神是要求我们把金钱和物质献上 在真言书的第三章九到十节 很清楚的提到 那提到了这个要求 圣经这么说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地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有心酒盈益 因此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财富和所拥有的物质当中 拿一些出来献给神作为公物 可是除了拿金钱和物质之外 还有更多别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呀 是我们可以献给神的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神要求我们 把金钱和物质以外的东西献给他 无论旧约或者新约吧 圣经里面都有讲到神要求我们有所献上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几处的经文吧 特别留意所献上的 是在金钱和物质以外的 我们来看看诗篇的第二十九天 第一节到第二节 经文这么说的 神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看到了 在这个地方 神要求我们把荣耀和能力归给他 这显然不是属物质的东西了 是在金钱和物质以外的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荣耀和能力归给神呢 那这里有一个提示 那就是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给了神一些非物质的东西 跟着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 彼得写信给基督徒说啊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时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迹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了 基督徒有祭司的职份啊 而身为祭司 我们就要有所献上了 但彼得说 我们所献上的不是金钱或者什么物质的东西 神所要的是属灵的祭 而不是物质的祭啊 另外我们来看看 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十五节了 这个地方说了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明之人嘴唇的果子 看到了吧 在这个地方再次讲到神要求我们所献上的 但不是金钱物质的东西 而是颂赞的祭 这种祭 正是彼得所说灵迹当中的一种啊 是神所喜悦的 现在我们要特别看一看 神要求我们所给他的一些灵迹 我提出三样的迹 是我们可以给神的 一就是感谢 赞美和敬拜 感谢 赞美 和敬拜 这三样特别的灵迹 就是感谢 赞美 和敬拜啊 我会简单的解释到这三样迹之间的关系的 它们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想我们都看过彩虹啊 天上的彩虹 彩虹是有七种颜色的 但每一种都不相同 各自有它独特的深浅和色泽 然而各种颜色与相近的地方的彼此相融起来 也就是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同样是感谢 赞美和敬拜 都各有他们不同的地方 但却彼此 有相融 相结晶的东西 有关系 大体来说 它们的分别是这样的 感谢 是和神的美善有关的 赞美 这是和神的伟大有关的 而敬拜 却跟神的圣洁有关的 那我们感谢神 是感谢神的美善 祂所给予我们的好处 特别是祂为我们成就的 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那是赞美神的伟大呀 有一位诗人说 神本伟大 该受极大的赞美 神的伟大 令我们产生了赞美的心 但是敬拜呢 这是和圣洁有关联的了 圣洁是神的属性 是我们人 所没有办法达到的 因此 当我们想到赞美的时候 我们可以联想到 人间的美善 特别是一些好的事物 那同时呢 当我们想到伟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联想到 世间一切的伟大的人物 可是 当我们想到圣洁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任何 可以遵循的标准了 除了神以外 在人世间 是找不到圣洁的标准的 所以 圣洁是自成一类的 同样呢 敬拜也是自成一类的 因为敬拜与神的圣洁 是相关联的 另外 感谢和赞美 主要是用我们的口 但是敬拜 是一种态度了 以后 我们会详细来讲的 那不过 让我们首先认识 这个原则吧 感谢和赞美 是用我们的口 我们的舌头 发出来的 但是敬拜 却是一种人的态度 是全人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讲到在天上的敬拜和赞美 以色亚书的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给我们看见一幅天上敬拜的图画 圣经是这么描写的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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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至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引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你看到了吧 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美丽的描述 我们从其中可以看见 由三样的事组成的一个画面 那就是敬拜 赞美和侍奉 敬拜是一种态度 是全人的态度 就是说 我们的言行 举止 我们的心灵 心理包括了 全人的一种态度 降服 撒拉佛用他们的翅膀 遮住了自己的脸和脚 赞美是可以用我们的言语 去表达的 当然诗歌就是其中的一种了 也是属于言语当中的 他们呼喊 颂赞主的名 而侍奉 这是以飞行来表达了 我们注意经文的描述啊 他们用四个翅膀来敬拜 而用两个翅膀来侍奉 换句话说 敬拜比侍奉重要两倍 而另外一方面呢 敬拜又是先于侍奉的 在侍奉之前的 圣经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这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一幅图画 看见了 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赞美 感谢 我们的侍奉 来献上我们的祭 把我们所应该给神的献给神 记住了 不光是我们向神祈求 向神秩许啊 我们更应该献上 当献上的给神 我们的感谢赞美 我们的侍奉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